太好了 師傅 一般不是都是烤鴨嗎 你這是烤鴨 烤鵝還是燒鵝 廣東話做 你是廣東人 對 我是廣東人 熊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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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會用片的方式嗎 今天會做片的 一般都是用鴨子 現在是用鵝的 你來台灣多久了 我來十幾年了 十幾年了 那你之前在哪邊 我之前在台北市 那你來花蓮你習慣嗎 再適應中 好像好水的 對啊 燒鵝跟燒鴨 燒鵝比較難吧 工法系差不多了 對啊 都是比較大隻不是 它比較大隻 一般我們現在 用大概3.5公斤 4公斤這樣 它這樣如果太大隻 才不會 咬不動 對啊 這次是用的是 黑中瓦 它的皮啊 比較薄啊 還有它的鵝比較多隻 一般台灣都用那種 白羅曼鵝嘛 對 但我們是用鵝 它的不是很大隻來提醒的 可是它的 鵝質比較 水分比較多一點點 燒跟烤 燒... 有水 燒跟烤 哪邊不一樣 烤呢 一般 用 明佛 燙的 現在的 烤法 工法呢 都一般有用 什麼 調掛 調掛式的 然後用那個 百萬的那種 蒸烤鵝 多一點 所以現在的 還有點不一樣 那燙火烤呢 比較香氣 會比較 煮 煮一點 皮的色爪 比較脆一點 也要脆一點 你這個也是跟燙要掉一兩片這樣 對 也是上皮水 上完皮水是要去烘乾去 大概幾個小時 那我們先吃吃囉 好 Thank you 然後呢 自己選自己喜歡的部位嗎 對對對 今天比較傳統一點的 那個用皮的 看哪一張 我靠近這裡啦 我夾兩塊喔 好 最喜歡吃 你知道 烤鴨 燒鵝 我每次去香港 我一定會吃 去哪邊吃 要吃給我一次 燒鵝沒有吃過耶 真的好香耶 好好吃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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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我們認識的 鴨 我們都認為說 鴨的肉會跟鵝比起來 鵝會稍微軟嫩一點 但你這鵝烤得很好 謝謝 對啊 就是鵝嘛 它本身的品種 也有關係啦 嗯 我們這個今天有做這個鵝油 就是 腿 另外 另外一上 我就砍個左腿嘛 好 因為左腿比較有肉 好 你剛剛說左腿肉長多 肉什麼 一般鵝啊 有去休息的時候 它會 站左腿 站在左腿 那是站一隻腳嗎 會會會有 那鴨也一樣嗎 嗯 都有都有 它比較Q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 看到這個鵝腿 我就知道說你現在想什麼 嗯 什麼 你在想到底哪隻是左腿 哪隻是右腿 你怎麼知道 有毒心術 對不對 你不用擔心 燒鵝界的髮衣 去轉你的右手 給你問他 請問師傅 哪一隻是左腿 哪一隻是右腿 哪一隻是右腿 左腿 這邊我們看 怎樣看呢 因為你這樣放嘛 通常它那邊 比較深的那個位置那邊 那邊 右比較那個 那個 就是鵝的那個 鵝的邊邊 那邊比較有右 這個就是 右的比較少一點 我這一面看 你說的這一塊 有比較大一點點 嗯 對吧 真的有點大塊啊 對啊 豪邁一點 好香啊 有沒有幸福的感覺 有 那麼好嗎 哇 很香耶 好好吃喔 對啊 廣東人呢 有一句話叫 無鵝不歡 就是意思說我們 很喜歡吃鵝 吃鵝又來 燒鵝很有名 鵝跟鵝你們比較喜歡來 鵝又 鵝又比較貴 喬州鵝很大雞 七八斤十幾斤 西桃鵝啊 那個 那個 石頭鵝 這樣子還有 這就比較台灣式的炒吧 對 對不對 其實在廣東是會怎麼炒 廣東有 薑蔥去炒 哦 對不對 薑蔥去炒 對啊 薑蔥最傳統的 對 有一個是 喝點杯的時候比較下酒 對 用我們廣東的XO醬 那你這一個人哪種 我還是比較傳統一點的啦 薑蔥啊 煮個湯 因為廣東人喜歡喝湯 廣東人真的很喜歡喝湯 對 上次熬個湯啊 酸菜啊 弄個金箍下去熬 很新鮮 不錯啦 好 粥來了 期待 這個粥是裡面有鵝肉嗎 對不對 有 鵝肉那個最有肉的那部分 哦 就是擠出來 哦 然後切丁 切丁 那湯是什麼 鵝肉湯嗎 其實粥 是沒有熬那個湯的 其實它粥 白粥那個鹽味 然後咬到不小心 咬到了鵝肉膩那種感覺 因為鵝肉片有吃過啦 對 對不對 然後炒的也有吃過啦 所以 清淡一點的天氣熱 試試看 香港也很愛吃粥 其實那個細的那麼足足耶 對 對 因為我們那個粥底是一種 那我們是 美女仙嘛 當然 男生又一樣一下 對對對 沒有意思啊 它比較有朋友 有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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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個皮蛋味 然後但是它就是 你這樣看不出來 但你吃在嘴巴裡面 是整個口腔都會有 那種皮蛋的味道 而且好玩的是 你咬一口起來 它就是會有附足 餓鵝肉 滿滿 三種口感都不一樣耶 烤鴨 其實滿常吃的 燒鵝真的比較少 然後又是一尊 你知道 真正的廣東師傅在這邊 對不對 講話來了十幾年 還是廣東腔那麼重 你都知道 它就是香港人 你無庸置疑 所以你要感受一下 粵菜在花蓮裡面 如果你有來花蓮玩 或是花蓮當地人 或是什麼宜蘭或幹嘛 你就可以來走一趟 來品嘗看看 對對對 好 好吃 大家快躲一燒兒之後 填飽了肚子也別鬆了 跳好飯店內有個遊戲室 能幫助大家消化消化 無論是跟朋友來場VR對決 桌球打彈珠 或是多人同樂遊戲機等等 是消磨時間 避開酷熱天氣的好去處 看看時間 外面也比較不熱了 可以出發找海中寶了 好可愛喔 好 現在這個時候 就是要趕他們去吃草 是 因為岩大哥說 他們這邊都是吃草 你看他自己有說出來 有沒有 對 他們有他們的路線嗎 當然 不然你再出去就離開家 對不對 你看 他們現在有這條路 待會兒我們就在這個地方等他們 他們還會再往這邊 然後再往這邊走 好 應該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這邊都不要動它 他們應該再回來吧 還是他們去吃草 吃飽就回來 對啦 還是這邊有草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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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過去之後 他們就會這樣繞過來 然後大概一路就狂奔 然後回他們家裡去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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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他們就要朝這個方向 對 一是旁旁,對 太右轉了 一往這邊對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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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他們可以回家了 他們時速滿快的 對啊 真的嗎 你看 狂奔就好 那個屁股好可愛 所以他每次都會這樣趕 趕 然後就在那邊吃 吃完小吃就對了 對 不會 不會 對 所以 對 或是 他習慣 習慣 固定路線每天都是這樣 一隻鵝 一隻鵝要從 就出生到 養到這麼大 要多有什麼 差不多 一百天 一百天 他問了 他問說 那幾天可以吃 一百天就可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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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有 聽到關鍵字了 就可以吃了 他就是開心 這位愛兒城市的嚴大哥 其實是早期 夏營養兒產業 發展過程中的靈魂人物 是推廣者 也是業者 這裡原本 是養兒的產銷班班職 後來改成了教育農場 嚴大哥還加碼 帶我們去撿鵝蛋 撿完鵝蛋 要進入重點 這個已經熟了嗎 對 這個已經熟了 這熟了 這差不多一全熟嗎 沒有 這八分熟 八分熟嗎 接下來 接下來要浸 浸 浸 浸泡 這什麼 中油 中油 喔 底部分 甜 甜 蜜汁燻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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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再靜置一下 靜置完它 現在要靜置多久 因為它已經有香料 之前有靜置過 我們在差不多十分鐘 十五分鐘左右 燻炒 這也是蠻妙的喔 燻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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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是最後的步驟 對 它就先醃 因為所以還有 燻不開可能 你要燻到我們吃到 那個茶的顏色 就靠了 對不對 這樣看起來也很保濕 對啊 燻炒的步驟不複雜 把鵝肉放進乳鍋裡浸泡 這個乳鍋裡放了 獨門配方的中藥包 蜂蜜泥酒鹽 帶這個鵝肉入味之後 再移到燻爐裡面煙燻 煙燻的材料 則是用二砂 傳統的茶葉 利用糖跟茶葉把香味帶出來 也跟大家說 當初和好友林國珍先生 一起研發燻茶鵝 經過多次的研究改良 才有現在這種完美比例 吃起來味道究竟是如何 所以這就是剛剛燻的 就是這個東西 是 先從它來 對 是夏淫這邊很多人養鵝對不對 對 對 那種 嫩 嫩 對 有耶 那個燻的那個味道很明顯 它很棒的地方是因為鵝肉說真的 雞鴨鵝 大家其實比較嘗試的是雞 但是就這個不飽和脂肪酸來說的話 鴨跟鵝又比雞來得好 湯 對 所以今天鵝會有名也 下一個鵝不會有名也不是沒有道理 是 對不對 肉桿細的那一種 這個 這是什麼 那是那個蒜頭鵝 蒜頭鵝 蒜頭鵝 對 好吃對不對 對 很好吃 很好吃 我每次我朋友來 我今天叫他點水道 對 很好吃 而且真的是兇耶 對啊 所以我才一直點頭啊 但是如果說以嫩度來說 這樣 你一般在吃鵝肉 如果大家有經驗 喜歡吃鵝肉的跟不喜歡吃鵝肉 最清楚了 就是有時候你吃到外面賣的鵝肉 一吃起來軟薄薄薄的 有沒有 那就覺得很討厭 然後它這個已經算嫩了 而且吃起來你會覺得 這個有功力 有質有甜 對不對 如果說這個的嫩度來說 如果說以10分來說的話 這個大概如果有個7分 這個大概就有9分 對不對 10分就冰淇淋那沒辦法 對不對 好 醬汁 對 它的湯很好 它裡面有高湯茶跟那個 類似乾淨 蒜頭的那個口感 很好 那個甜味對不對 這也是鵝湯下去 對 那我們都會用鵝肉膏湯 對啊 對 沒有理由弄了鵝肉沒有肉膏 對 茶薰鵝 蒜頭鵝 它呈現出完全是兩種 不一樣的風貌 有便利茶薰鵝的蜜汁香味 以及帶有嚼勁的口感 這道蒜頭鵝 鵝肉的肉質出乎意外的 非常的軟嫩 吃起來還帶有淡淡的蒜香 但你千萬不要以為 這個蒜頭會影響到鵝肉的甜味 我告訴你 完全沒有 餐桌上還有一道 這個是到底什麼 這個是那個 鵝香鬆Q餅 它裡面是 名字這麼長 鵝香鬆Q餅 對 它裡面的麻糬 是我們自己做的 裡面有麻糬 裡面有麻糬 對 裡面黃黃是什麼 鹹牙蛋 還有麻糬 因為不是鹹鵝蛋 鵝蛋不好做 餅類的 我最喜歡吃這種 裡面有肉有麻糬 還有鹹蛋 餅類是不是 這個厲害 你看 而且那個主題它 沒有講鵝肉鬆 你會以為是肉鬆 對啊 但是還是不一樣 因為肉鬆有四鹹四鹹 他這麼想要 他 他 他 鵝掌 他是鵝掌 對 好吃 鵝掌說真的 他最近是興奮的地方在哪 就是張開這個鵝 這鵝真的是 就很愛 這個 這桌全鵝料理有水準 在這裡 除了延續常見的料理方式 同時也將傳統吃法容易的創新 那智慧到現在我都還意猶未盡 當然也因為地利之變 容易取得新鮮且品質良好的鵝肉 這個地方跟農會積極推廣福島 讓夏淫被更多人看見